大家好,我是Michael 今天要教大家一个简单入门的Strategy 首先打开你们的MT5 然后我们先老样子先setting好我们的这个图表先 我习惯性都会将这个Grids关掉 然后颜色这边呢 你只需要set out这四个吧 Bar up,Bar down,Blue Candles,Bear Candles 我可能是比较喜欢这个Aqua色 再红色,再来就是这个Aqua色 再来红色,OK 然后我们换一下Candlestick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放一个Insert 一个Indicator 是Sochastic Oscillator OK 所以我们要设定的指标是14 Eliot Sun Slowlink Sun 然后可以挑选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这个线条都放去实现 OK 然后在Level这边呢 你可以设定1985 8945 OK 好,一切设定之后 OK,你就会看到这样子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再加多一个Indicator 叫Moving Average 设定在15 然后选定自己喜欢的颜色 然后再放成一个出现 OK 当预见咒序之后呢 OK 我们可以开始来看 怎么样下单 OK,其实这个是个很简单的一个Strategy 首先第一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Sochastic 它会出现一个Signal 就是说 它已经冲破到下方 然后 它 交叉之后 反方向向上的时候 就说明有一个Signal 是要准备做Buy的Signal 然后 我们还 这个Signal已经显示了 接下来我们要等什么呢 我们要等一个Entry Level OK 怎样看Entry Level呢 OK 然后我们看到这边 已经出现一个很明显的Signal 它已经向上 冲上去了 OK 然后 这个 你看到这个网色线吗 这个网色线呢 我们要等它冲破了 然后我们才能下单 OK 就第一条 这个是个很明显的Signal 我们再等 等下一条 还不能下单 但它已经有要冲破这个网色线的机会了 然后在第三条 刚刚冲破了 但是 还不能下 我们要在 第四条 当它完全冲破 过着这个线的时候 然后这边 还显示着嘴巴还打开着 我们就可以做个 Buy单 然后我们只需要抓个 大概五十到八十点 你看 都肯定是take profit的 你看 已经跑得到三百 三百多点 甚至跑到这边的话 已经有七百多点 所以我们只抓一个 五十到八十点 是肯定出单的 然后这个 for这个 strategy 我最鼓励只用在一小时图 或以上 是比较好的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Sample OK 这边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Signal 可以看到 这边已经有显示 已经碰到 碰到这个虚线 已经超出了 然后已经有一个交叉点 大家看到那个交叉点吗 然后再往下下 往下掉 往下掉 这边有个Signal 很明显的Signal 所以我们可以留意这个 这 这个 地方 然后再等下单呢 我们等到这个 咦 它很不错 已经碰到这个黄色线了 碰到这个黄色线 然后我们再继续的耐心等待 它穿破 这边已经穿破了 很好这边已经穿破了 可是在穿破之后 再看来下一个Bar的时候 它 Fur 起的方向 是个起 其实我们需要再等一等 需要再等一等 然后 再来 哦 很漂亮 呃 其实这个时候 我不会去下单 不会去下单 因为看到这边 已经开始有点关嘴巴了 有点关嘴巴 如果 比较保守的人 不建立下单 因为你看 虽然这边 它还是冲破了 有百八点 百九点 但是我们说外汇 别 执意 因为是要下单 而下单 这个情况其实是 不怎么明确 虽然这个冲破了 但是在这个Bar的时候 它反而这边有点收嘴 有点收嘴 所以我们别去下单 我们在耐心的等待这个 这个Bar结束后 这个Confirmation 出现了 我们才来决定 要不要下单 可是这个 这个Bar的出现的时候 它 是有点收嘴 当然 所以 我不鼓励下单 真的要下单 可能要 要设定好 SL 和 Stop Loss OK 没事 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Back Desk OK 这 这里 诶 不错 这边有碰到个虚线 然后开始 往下掉 做个交叉了 然后我们再看 这边冲破了 冲破之后 再来这一波 已经完全要脱离这个网线了 然后再来第三条的时候 很不错 你看到这边已经完全是下方 嘴巴是开着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做个笑单 然后 你看 我们继续抓个 这个也是跑了192点 我们也是抓个80点 左右 80点左右 肯定也是出单的 最后还是那句 投资是有风险的 大家必须做好风险管理 谢谢大家